马来西亚雪兰儿州的新古毛 以顺海新米而闻名 它在1931年开布后 成为乌鲁雪兰儿县的行政中心 也是全马首个获得英殖民政府妥善规划的小镇 每条街道都井然有序 如今当地还留下不少富有英殖民色彩的历史建筑 根据现金人口资料统计 新古毛大概有13400人 马来人占了六成 印度人和华人则各占两成 新古毛的前身是古毛 19世纪末 古毛是西米生产地 当时许多客截华裔矿家 才来开采西矿 贾壁丹越亚来就是其中之一 从长以前 那种老公的就是什么都在历史建筑 老公一样 那种人都在历史建筑 多数都在历史建筑 有些人都接受我老公的婆婆 早期新古堡的居民除了从事西矿工作 他们在农业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发展 橡胶业是当地提供一项重要经济活动 新古堡的名字源自古堡 当时古堡的开副起点 在雪兰俄州的勒宁河与古堡河的交汇处 这也是它的马来文名称 瓜拉枯布的由来意思是河口上的城堡 1926年当地因异常好雨导致河堤崩塌 引发大水灾袭击古堡 自此当地居民开始迁移至现金所在地重建家园 并在古堡地名上多加一个新字 以方便区分两地 如今事隔八十多年 有关河堤崩塌事件 当地依然流传着一则有关白鳄鱼和乌鲁雪兰俄县县厂塞西尔朗金的传说 对于这个传说故事 新古堡的静明华晓副校长李坚儿早已耳熟能详 那个时候县长就是这个英国人 那么他要射杀那个鳄鱼 那么那个时候地方的人就跟他说这个鳄鱼是守着这条河的 是不准射杀的 可是他不听 结果他就把鳄鱼给杀死了 那么就是那么巧 那晚上就下大鱼 所以就把那个旧的古毛 那个时候是叫古毛了 就给淹没了 然后后来第二年他们有发现这个县长也死了 甚至他的尸体是掉在那个树上 不过这个白鳄鱼是很神奇的一个传说 可是后来他们有发现这个河堤崩 这个河堤崩的主要原因 其实是还有比较有科学的说法 就是说那个河堤呢 他的那个堤岸啊 他是用木材这些东西做的 所以年久世修 然后呢 这个英国这个Therger Rating 他在几天前呢 他在那个河里面捕鱼 那么他捕鱼的时候呢 他就丢了三枚这个炸弹在那边 所以到现在他们还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捕鱼的时候他要丢那个炸弹 结果我相信那个炸弹啊 丢下去的时候 可能就破坏了那个河堤的那些那些木料 那些木料那些是很炸弹的 然后呢 在这一天大水灾之前呢 就联系下了几天大雨 所以我相信这三个原因夹起来 就是那个水灾泛滥的原因 刚好他又那么巧 一射杀到这块的鱼 所以这些就是全部这样子 凑合在一起 这样子后来就很多人就比较 选择相信这个神秘的传说 这个传奇的这个故事 所以就死到骨毛就听起来 哇真的是很神奇这样子 骨毛发生水在浩劫后 当地居民陆续转移到新骨毛 展开新的生活 1931年 因殖民政府为了带动新骨毛的经济活动 就在当地的街道大兴土木 建造了大约100间电屋 自此形成了现今的商业界 现年60岁的陈福友 依然记得当年先贤进行贸易活动时 主要是以骨毛河作为运输管道 就会有节目地判除到新骨毛的 以前的运州没有这样发贷 通通这把国人都运回来做英雄的 现在我们是居然的中共 旧骨毛现在是在我们的右手边 掘了这条条和下去就是青骨毛了 那时候旧骨毛是整个争莫的 有抓大戏啊有戏啊 有戏啊 童童嫩滑,那应该是超过,超过十千的嘛 旧骨毛是淹了水之后才重建新骨毛 现在已经发展了一棵花园 就在旧骨毛的地面上重建了一个花园 在新骨毛小镇上,当地有座名为岳山古庙的百年老庙宇 它是由甲碧丹、叶亚来和陆佑两位西矿家一同策划兴建 庙内主要供奉的是三师爷和四师爷 他们都是马来西矿业的发展工程 三师爷的真实身份还有待考证 而四师爷是甲碧丹、叶亚来的生死之交中笔来 这间庙也每三年有出神一次 出神就出游了 而且这个是在古华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拜神仪式 有整天人出游了,整天人参与出游了 就像那些红色鸡童的童子 那些也有,上一次出神的我们大概有整百位 每三年的农历二月十五日 岳山古庙都会举办盛大的游舍活动 这个重要的庆典始于1980年代 主要的目的是庇佑当地居民出入平安 早期的新古堡是矿区,从事采矿工作的都是客家人 他们非常尊重华人领袖三师爷和四师爷 无惧困难的精神 开发矿场,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为了向三师爷和四师爷表达敬意 当地人常年都会到岳山古苗双香摩拜 我们马来西亚所有的四师爷就是岳亚来的那个传家 这个庙应该他们是安的时候 应该是三十、三十月和四十月一起安的 因为他的三十月,他的历史是 三十月以前是一个大家 他是做什么是统领这样的 叫做三十月,三十月一个就是四十,四十月 四十月那个比较那些人过崇拜他 所以他四十月就比较出名量了 三十月和四十月为马来亚西矿业的荣景 做出了巨大贡献 贾币丹、叶亚来和陆佑 把他们的功绩铭刻在岳山古苗里 供当地华人献香静感 如今,岳山古苗依然是新古毛大部分华人的精神寄托 更是当地百年历史文化的象征 这个牌均是广西二十二年 基于现在是一百一十六年了 那时 这个以前很多神庙 老一趟的神庙 就有花的那种 你看看这个房间 一房红胸 这个前面是木板 后面是养肥柱子 以前的木板 已经也是百多年了 以前是一棵树 他把他慢慢的 把他翘 蛮年轻的 他自挑的 光细也是光细二十二年了 雪兰俄州的新古毛 距离吉隆坡市区大约有六十公里 走进自座小镇 沿路两旁可见触兔林木苍翠 绿草如荫 这座小镇的华人 以客家人居多 为了凝聚同乡的力量 以及延续原乡的传统文化 1974年 当地的客家人 共同成立了 乌鲁雪兰俄会装会馆 那时候从来 某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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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陆因陆 reason 所以我爸爸,當我爸爸才會灰燒灰燈, 日在海港,醒過我,灰燒灰燈, 五時醒過我,灰燒灰燈, 爸爸又在蒼蚊燈, 所以現在的朝日, 爸爸又要慘意夫妻, 因為要再加上附庸, 他們要去燒灰燈, 他們要去燒灰燈, 每次燒灰燈, 每天早上燒灰燈, 這次燒灰燈, 不停燒灰燈 早上,灰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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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能力7月至9月期间 当地客家人都会按照祖辈所流传下来的传统习俗 在新古毛小镇上举办一场秋季活动 秋季即使指秋季的祭祀 主要是在秋季里追到新鲜的功绩 在每年的秋季活动里 客家人士都会来到新古毛华人翼山祭拜仙贤 当天他们都会按照习俗铲除墓碑前的杂草 并在桌上摆放生理祭品 以表示对仙贤的怀念 7月这个事件 他们副家人都有拜那个叫什么 那个与兰胜贵 我们就是 对中国人就是来这边来拜计我们的先生 你应该负责任我们的吉本和每日 我们在福祉福祉的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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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福祉福祉福祉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ämän Fan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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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 帮你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ifeng november Fuatro 天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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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wdoin 某帅 9 7 1 2 8 6 3 7 9 9 10 10 9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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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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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3 当祭祀主持曾关佑宣读纪文完毕 会馆的礼师们开始按照仪式的步骤进行敬拜之礼 最后以焚烧金纸钱作为圆满的结束 湖水清澈透明 碧波淋漓 是废矿湖给人的第一印象 早期他原是华人采集西米的西矿地 因西矿叶末落后而被废制 现年78岁的中华新村长 他曾经是一名西米收购商 对昔日开采西米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因为以前争择老虎猫 他都说了人啊 所以那时候1960年的时候呢 就做到铁船 用那个英国人做铁船 很多全部都做了铁船了 小小抱 全都给他们打了 后来铁船做了 做不够生 就那时候是60年左右 60年左右的时候 金山沟是一种以水利开采西米的建筑物 它的功能主要是将泥泞中的矿物沉淀 而金山沟的尾端则是当年洗流浪的主要地方 中华兴提及昔日采矿情形 他还兴致勃勃地投出一些已收藏多年的证件 并向我们说明当年他是如何进行收购和转收西米的工作 这一场就是流浪子是马来说流浪护 就是大家就认识是流浪子有个禁止 他每一个月可以买十五个kilo给我 或者是法人的禁止 还有一个就是阿斯利的禁止 阿斯利是因为政府有给他流浪他们的阿斯利 他们每个年都有一个流浪护他们 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四五kilo 所以我们是不能够随便买卖那个信仰 凡是有来线来的我们就要卖 然后那所有来线之后呢 我们就还要寄在一个布里面 就写我的招牌 就写我的签名的 这个是乌鲁山沫的 这个我们的西卡的巴沙是乌鲁山沫的 不是随便的是卖的 我们从拉湾也有给我卖 马湾乌鲁山沫的马甲有鲁山沫的鲁山沫的川医生 我们可以卖的可以收的 做得来卖的 以前是沙特沙沫有很多签 这个是我还有八签 眼前这些斑驳的西米收购部 不仅记录了当年讨喜西米工人的资料 也记载了西矿叶最鼎盛时期的岁月 现今七十九岁的谢萍 祖籍客家惠州 她曾是一名流浪女 有时间掉了 不放心 我会有好处 我还是很高兴 七十五岁 还要四十五岁 做老婆亲那种忙的 亲公圈那种忙是什么 虽然谢萍已经退休 但她依然记得洗流浪的步骤 没想到 这是谁 多想保好的 front 因为私营 现在我把她 Kot sabe 洗流浪是马来西亚早期的采息方法之一 当时从事这行业的人都是客家妇女 他们长时间在河流中讨喜 凭靠这种记忆来赚取收入 而这些画面都已成为泄贫难忘的罪人 1931年在英殖民政府的妥善规划下 雪兰儿州的新古茅成了一座富有英式风情的小镇 如今当地还保留了不少英式风格的建筑物和老街 其中包括了保温街、石头街、西街 和墨水街 这个应该是马来西亚的 汉口遗留下来的最有汉口的小镇 这个是传马地最有规划的第一个城市 整个城市就是整齐化了 每条街都是建筑到很整齐 建筑也是保存得很好 在新古茅小镇上 这里有一家超过半世纪的彩虹店 目前是由第二代老板罗关生经营 罗关生的父亲当初是因为中国时局动乱而南下马来亚 希望在这陌生的环境里摸取生计 我没有人愿意 因为这些人的状态是 若状态不硬 若状态不硬的时候 若状态不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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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带着我们的状态过来 罗关生还说 父亲难来后 为了赚取三餐 起初是做打杂工作 直到掌握了一门裁缝的手艺 才转行专门缝制男装 老板就像我们一起做一种 贵老的刀铺 开刹吧 我把他做的 就是好 所以,我都不能在家里面的工作, 不想要工作。 每年都不在家里面的工作。 所以,我都不在家里面, 我都不在家里面, 我都不在家里面的工作。 随着岁月的变迁, 新古毛的经济活动 已逐步改变了其面貌 罗关商口中所说的情景 也早已不复在 除了裁缝店之外 当地还有不少网店 必将名为新南昌的海南餐馆 就是其中之一 这家老招派林业至今 已超过半世纪 目前是由第二代老板 陈史川经营 金兵典 我的爸爸其实只是 我已经十多岁 才习在这里 当我提起 签品家拿东西 是从一个新的 我一直在 把大家做这个 搁建计 Image 我们就 他们就共产党的手自按摩 他们就把它搬了 这些按摩比较就是叫淹水的旧骨毛 那时候算是骨毛 新年我们讲的是旧骨毛是骨毛 然后那边就没有几多年后 十二百而已的故事也有听过 不过我们也没有看过 历史这样讲 后来它淹水了 然后就把淹水的旧骨毛来 变成点就是幸福 然后我的爸爸就一直做小生意 做小生意 跟那个打工做做小生意 就出来做了 海南先辈从事西餐行业 与他们南来的经历有关 由于他们南下马来亚的时间较晚 大部分的工作 也被其他方言群所不在 他们只好替洋人工作 海南先辈掌握了洋人的饮食文化后 便将西餐将以改洋 自此形成了本地海南美食之一 海南鸡扒 今天这个是我们做的 今天叫做英国人的菜 给我们的糖少少 增加粉少少 还有这个sau 要滤 所以我们再放下去炸 放油去炸 好 现在先开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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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爸爸有时间 也不把他们用材 用材料来炒的 这个铁银 现在我们这个 新潮一点就是 给它炸比较快 以前是炸两个 炸两个一起做 这些年来 陈石川一直遵循着 祖辈酒流传下来的烹调方法 首先是把鲜嫩的鸡扒沾粉 待它油炸至金黄色后 淋上从洋人手里 学会来的蘑菇酱汁 再加上青豆洋葱 以及炸水调后 一道充满特色的海南传统鸡扒 就大功告成了 距离新南昌餐馆的不远处 新古房还有一家老招牌 它的名字十分独特 即是大树头潮州饭店 这家饭店 在当地拥有相当高的人气 传承至今有五十多年历史 目前是由第二代老板 全要串小记忆 在那个中的地方 我们在军军场中 原来我们以前的大树树啊 很大核的 所以我们就以前没有招牌的 没有招牌的 没有招牌的 他们主意叫大树树 陈耀串在年少时期 曾出外闯荡大约九年 直到一九七七年 眼见父亲年事已高 他便决定回来制作小镇 陈耀串除了跟随父亲 学习家传的厨艺 也喜欢把所尝过的菜肴 加以干粮 更因此创造了一道招牌菜 豆腐鱼 以前啊 他就是每一菜 都炒这个谷瓜 炒这个青菜比较多 没有米啊 没有什么 没有 很简单 以前他做生意很简单 比如以前的人啊 大多数在家里生啊 不少出来生啊 他做的生意 因为全部都是外国啊 炊修盐啊 还有这个 那个 那个王冬的 做我们的人 陈耀串还说 豆腐鱼的材料 主要有豆腐 鱼肉 葱花和姜的 首先是将鱼肉 放入热油锅里 煎大约三至四分钟 直到它尝现金黄色后 再放入其他的食材 一同烹煮 最后才撒上一些调味料 以增添它的口感和香味 这样豆腐鱼 就可大功告成 而这口味独特的豆腐鱼 更是许多老顾客 必点的一道佳肴 对陈耀串来说 新古毛不仅只是他赚钱谋生的地方 也是他心中理想的家里 因为我们的地方呢 他比较油尽 地方比较干净 如果是在住呢 是苦涨的啦 如果是做生意 就完整餐食啦 找两餐食而已啦 武师 又称作狮子舞 主要是在喜庆活动中表演 由于狮子在华人的心目中 为瑞兽 武师活动就象征了 求吉纳福的美好意愿 新古毛青少俱乐部的醒师团 成立于2010年 每逢周四到周末 醒师团的成员 都会到当地的新古毛观音和练习 没有一个节目能够动起他们的那个什么 快乐啊 动起一些气氛啊这样啊 我们所以想到这个组 这个五十团是很需要 那时候我们就成立了 因为你看很多那些宴会啊 很多大的场面啊 我们都用五十团去迎兵啊 去表演节目啊等等 那么通过这些节目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中华文化发扬过去啦 因为那个年轻人啊 没有东西做 我们就用他们的力量去发扬广大 新古毛青少俱乐部的理事们 秉持着传承的信念 推广五十文化 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目前醒师团的成员共有35位 他们的年龄间于八岁到二十岁之间 开始我们是用我们的会员的侄女啊 我们是找我们会员的侄女来联系 然后我们也公开给后上的一些年轻人 有兴趣的年轻人 他们也要参与我们也欢迎他们加入 慢慢的他们也成为我们的会员 那么我们是希望啊 他们能够啊 训练成员我们的教官人啊 因为这个组织啊 在这边啊 都是大年纪的一些啊 成人啊 那么这些年轻的 我们给他训练起来啊 以后就是我们这个组织的做法人 在新古毛小镇上 有一群热爱武师文化的生力军 他们相互鼓励用心学习武师的技巧 希望把这项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现年二十三岁的曾云威 是新古毛青山俱乐部醒诗团的创办者之一 他自十岁开始对武师产生兴趣 并因此加入贵跟贵版的醒诗团 办诗学艺 那时我同学同玩同学四五个 然后大我几年有四五个很多个 那时候是多个玩开心一般 特别成了有可能去武师 过年又一起好像很开心 我就开始对武师好像很有兴趣 我就去学啊 应该是断了五年了 大概有就没有生没有气 因为那个师傅也去班去基隆坡 啊生花了在面落地了 我们就解散了 在汇州会馆的醒诗团解散后 曾云威未曾放弃对武师的热爱 她特别前往彭庚州的双文丹继续学艺 便在2010年回乡开班授徒 积极推广武士文化 双文单的武士的教练 就跟我们很熟一下 我们就问他我可不可以学 我很有兴趣先跟他讲 要不要学费 他讲不用不用 只要你们加持下来 我就教你们 这样我们就成立 那些学生问谁要五十 经过家长通议签名 时间几十几十 派了一班出去 然后有这样的成绩回来 有15620个人 我们就打算成立这个师团 然后大五就驾车 他们就开始成立师团 因为青山的主席 还有理事会都筹备资金 然后我们就去武士 电邮签啊 他们补卫给我们 叫我们去学一个星期三次 你们放工了 得空再五个人轮流去学 车油吃东西 我们请赞的补卫给你们 新古毛青山俱乐部的 醒尸团成立后 在小镇上 后的故族的回响 还吸引了一些 异族朋友的参与 古哈尼斯华人 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故事 证明了肤色的语言 并非学习的最大障碍 原本其实都是 人家的自尖 人家的人才喜欢 以尖就是 先进行之后 我们首先想到 daqui 看他就会很怕 很害怕,不如我来试试试试。 与我做的构试,我不喜欢及格闹, 全都这么一样,总是一样的。 吃的同样,我也喜欢在这边。 吃AREZUCA。 农村也看我我自身為了, 我刚才看着我, 我像那边说的是, 这就是马拉雅西西东 马上来的行动 武师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活动 他非常讲究扎实的功底和团队精神 虽然工作难度甚高 但这群新生代却不怕艰难 勇于接受挑战 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 也为小镇带来了朝气与活力 在新古毛小镇上 当地有一家名为古毛人的咖啡店 店主陈舒玄出于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喜爱 在2012年开设了这家咖啡店 因为我爸爸从小就跟我说 因为你没有保姆嘛 很小就带回来了 然后爸爸就会跟我讲 你在古毛街上操车牌咯 所以我就会在这条街 沿着街上去操车牌 然后我从小学还不到 我就会把 我就会失位数的加减法 因为爸爸会叫我把车牌 加起来跟捡起来 然后对我来这样 我就在这边成长 所以我对古毛就是有很深风很深的影响 陈舒玄自小就梦想开设一家咖啡店 长大后他在家人的协助和鼓励下 终于勇敢跨出了第一步 在自己的家园 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其实我们的新古毛 本身是一个很有潜质的 逛逛暗暗的地区 可是很可惜 只有一直到2008年 普选的时候 才有很多人注意到这个小镇 陈舒玄深信 只要当地均匀 愿意一起推动地方的发展 新古毛就能够凭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丰富的领域 吸引更多的人前来探索 从而为这座小镇带来更多的生机 其实新古毛离开不会很远 它只有一个小时多的车程 我觉得城市人他的生活太繁忙了 其实偶尔他们也会想要休闲一下 离开这边不会太远的车程 然后又有山又有水 然后这边还是一个老爹 其实新古毛历史文化还蛮久的 就是1930年就有了嘛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边就是可以发展一个 什么一个观光景点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新古毛小镇 陈淑璇运用现今流行的资讯网络 把用心整理的新古毛旧照片和历史文献 全数上载到面子书和部落格等平台 积极向世界宣传新古毛的人事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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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雪兰俄州新古毛这片土地上 我们尝试透过老乡里的叙述 和他们一起聊想记忆中的老岁月 在我们拼凑属于这座小镇的西日片段时 有幸遇见了一群有心人 他们努力地记住家园的变迁 延续新古毛的生命力 引导新生代更加认识故土的过去和未来 我家在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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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心不高的